每个人要签字花鸭 或者是 立定了一个合同 也都是拿这个手指纹 或者是蘸墨 或者是咬破了 网上蘸 我们看一段视频嘛 一个月呀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下月初十之前 我们就把书稿给你送回去 那好 先把契余签了 好好好 契余 来 那个 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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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签不签 签不签 行 你签也行 啊 疼了 我要把我自己的手指套 你叫什么 哎呀 哎呀 妥了 你说那时候 是不是人都把这个指纹和掌纹 作为涂章 一下盖上了 对对对 当时也没有这个刻涂章的地方 自己把自己刻一下了 哎 说到这个指纹的特殊性啊 这个跟这个跟那个怀孕的时候也有关系啊 三四个月的胎儿就开始要产生指纹了 六个月就成型了 啊 生下来之后啊 基本上这个特征不会有什么变化 无非就是增大增粗 它就是一个手要长大嘛 它往往外来长 但是特征是不会变的 基本上其实在这个娘胎里都已经形成了 对对对对这是跟那个人的生理结构啊 人的遗传可能都有一些关系 哎我们可以说啊 它有几种我们看一下 哎哎 这个呢 带点漩涡的那种 这叫这叫斗形纹 哎它其实就是一个看起来像那种 这个怎么说呢 这样好像我有时候看到那个大气层 我们学地理的时候 或者是海洋中间的那一段 嗯 整个一个楦 哎 这个叫 就有点像波及 就是畸形纹 哎 这个呢 有点弧线的 哎 弧形纹 这个分类方法是在1892年 一个达尔文的亲戚 他们划分出来的 这有什么说法吗 这几个 有 这说法大了去了 你想知道你有没有运动天分吗 嗯 你想知道你的智商是不是属于高智商那一类人 先进一段广告 不是所有等离子都是高清电视 日历Alice等离子电视 真正演绎高清数字电视 高无止境 清者自清 黑得起 夏天喝冰凉的露露 清心润肺 去烦躁 心情好 野生性人 植物蛋白 独特营养 让家人更健康 每天要喝露露哦 给健康 添活力 翻阅日历向全国观众广发征集令 说你想说的 赌金中外精彩故事 我们将照单全收 给你想要的 从奢华大礼到意外惊喜 我们将投桃报礼 天天翻阅日历 天天收获大奖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我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和一个高智商的人 好了 这个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要是方便的话 拿自己的双手好好看一看 对照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们有关单位 做了一个统计 就是看一下中国的优秀运动员 他们的指纹 有哪些特征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们是哪种形比较多呢 是 是 是机型多 弧型多 还是斗型多呢 但是统计下来 中国的优秀运动员呢 他们那个指纹 机型比较多 就中间这种 像刮大风一样 这个比较多 另外还有一个统计 就是高智商人群的指纹特征 这个我最关心了 你说什么 那就是 斗型纹五个以上 往往都是高智商的人 我不知道周群 是这个手的情况怎么样 你再看一下资料 没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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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还真不方便你 我一个斗型都没有 我也一个斗都没有 我说实话 咱们 我跟周群是属于缺心雅型 胡说 我告诉你 我全是弧型 那是属于主持艺术天分 比较高的那种 这我爱听 但是我记得斗 小时候我弟弟和我妈妈 都是十个斗 他们老是嘲笑我 总是在那说 一罗穷 二罗富 三罗四罗 开档铺 真的有这样的说法 对 然后什么五罗六罗可多了 那你们家你是一个特例 一个另类 后来我在想 可能搞艺术的 也就我一个人吧 真是 极具艺术气质 我的指纹是 是畸形和弧形比较多 我也不知道是哪方面 比较特长 反正我知道 你属于精神分裂型 但是我肯定知道 我不属于那种高智商人群 我们俩都跟高智商 合唱等号了 对 那么手指 为什么会留下指纹呢 这一点我要说了 因为我知道 因为手指上会有汗液 人会有汗液 同时这个手指上有可能会沾上各种植物 动物的油 还有灰尘 果汁 饮料 化妆品等等 所以有时候人会说啊 你这个手指的指纹就泄露了你的生活方式 比如说你这段时间特别爱吃盐 你的汗液其实是泄露了你的生活方式 但是提取这个指纹的方式也很特别 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在这个电影里就看到过 他们有时候不是说直接拿照片拍下来 而是拿一张好像有那个胶带的纸吧 蒙在上面一丝擦 最近有一个电影 《侠盗魅影》里面有一个指纹专家 就是拿一个喷雾器喷一喷 那个指纹就会显现出来 估计跟你这个原理应该差不多 使一些东西粘着在上面 指纹型就出来了 其实现在这个指纹运用的特别多 一方面是在我们这个刑事案件的侦破当中 还有一方面其实已经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你比如说现在就有这个指纹打卡上班 你知道吗 就是每天早晨你去上班的时候 把这个手指往上一按 那么严格 那做假都做不了 对 但是我就担心啊 你说这手指我今天破了 我怎么上班呢 其实我觉得也可能会有 因为我以前写东西写的比较多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一块的这个皮 皮质被磨损掉之后 它是光滑的 没有纹路 那你这个你的意思就是你写作写作 你用键盘用多了 这指纹就消失了 所以我估计某些特殊的职业或者 它也许会 它但是它是一个原因 是磨损带来的 但只要有指纹 基本上是变不了了 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指纹的发现啊 对我们的生活确实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同时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了 对 好了 今天的有事天天说就跟您聊到这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 莉莉在目 莉莉在目 我发现无论是旅游的时候还是逛街的时候 这个如厕是一个非常难的 尤其是人多的地方 尤其是户外的场所 我记得在听这个刘德华演唱会的时候是在五湖的体育馆 天哪 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镜头啊 为什么出现什么情况 当时就是想去上厕所 怕这个途中呢 不好挤出来 没想到一去之后 在那整整站了四十分钟 哎呦 到开场我都还没出来呢 因为这个男厕所基本没人 好像他们速度特别快 进去就出来 哎呦 我发现是这样的 排队啊 一般男厕所那边比较快 可能更方便一点 女厕所这边 你记得当时大概有十五个流动厕所 每一队前面都排了有一百个人 嗯 最后整整花了我四十多分钟 那么我们莉莉在目呢 接下来这张照片呢 就会让周群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办法 怎么了 这是第一个战力小便 这是男女通用的战力小便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在去年的七月二十八日 西安的街头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公厕啊 呃 比较特殊啊 因为女士可以去使用 据说当天啊 有很多人来问 但是没有人敢去用 肯定的 你想我们从小接受的这个学习 都是这个蹲坑式的 还有战力式的呀 直到第二天 哎 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呢 有了五位女士使用了这个公厕 不错了 五位女孩子 女同志来尝试一下 因为附近在搞一个啤酒节嘛 可能很多人 其实着急上厕所找不到地方 这临时设立的 临时设立的 也是第一个 第一个 所以蛮重要 哎 那他这个到底 就比如说我们从小没训练过 这到底进去该怎么使用呢 哎 他有说明的图 哎 这可能就是 就是他 相关的 哦 我知道 这好像有一个漏斗 嗯 这是一个漏斗型 那是吧 他可能是里面的一个示意图吧 哎 其实这个图设计的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设计师还是不错的 他充分的考虑到这个女性的一些生理特点啊 嗯 所以考虑到女性可能有时候站立不方便 所以特别的做出了这样一个形状 嗯 非常适合女性站立了 对 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卫生嘛 嗯 但是我就在想你平时我们去这个公厕的时候 比如说男的这儿是画一烟斗 或者画一条裤子穿着 女的这儿都画一裙子 这上面的该画一什么 这上面可能两个都有 现在有时候进卫生间就就有时候分不清楚男厕所 你说因为他不是用那种或者英语啊 嗯 或者你刚刚说那个图标来做 他可能是用别的方式 有一个方式我也搞不清楚 一个小箭头 上面一个小圈圈 上下不一样 就是男女不一样 这可能要分清楚 我觉得最好的是一只玫瑰花和一只烟斗 哎 这比较形象啊 哎 真是 但也有女孩抽烟的 难说 好了 今天的翻阅日历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和恩太继续跟您一起翻阅日历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再见